而前职棒国手张志佳 身陷这个职棒签读案 退下了国手的光环 改当铁板烧的学徒 现在开店了 选在逢甲最热闹的地段 开张不到一个月 里里外外通通亲手打理 从当学徒到现在当老板 只花了短短三个月的时间 白色厨师服张志佳开店了 新店开张 选在逢甲最热闹的地段 先看看有没有办法 自己就是 他会把一群年轻人这样子 然后一起把一群电撑起来这样子 张志佳亲自住店 不只是学徒 还多了个老板身份 店里挂上一张 大大张志佳的照片 要用自己的名气 打响新店名号 不过开张第一天 好多东西都还在准备 生色在铁板上 拌炒豆芽菜 张志佳今年四月 在镜头前现身 一身厨师服取代 穿了大半辈子的棒球装 学做料理 张志佳从学徒做起 几乎都是老板在负责 对啊 然后 就是我们 我们只要出力就好了 棒球员转战改做料理 张志佳为了谋生 今年三月 悄悄进入朋友开的 铁板烧店当学徒 四月份在镜头前现身 已经学做料理一个月 六月份新店开张 短短三个月就出师 但是很兴奋 以后一定要来吃一下 退下棒球舞台 张志佳投手的 这双手改拿锅铲 面对假球案 车祸肇事逃逸 贯思缠身 阿嘎自己开店张罗一切 生意如何 还得看消费者 和以往的球迷 买不买单 真是王一超 李滋贤 台中报道